中美博弈 美国真的很担心被中国大陆给追赶过去嘛 所以处处打压中国大陆 美国媒体来看到的是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呢 它特别做了一个排行 它发布说新的全球实力的排行榜 那呢 怎么排行 它有哪些标准呢 从什么 从它的各国的领导力啦 经济力啦 政治影响力 盟友跟军事实力 这些东西进行推抄 总计有36个国家 共有一万八千名的受访者 最后得出了一个具体的排行榜 那上榜有85个国家当中 排名第一名的 当然还是现在最强的美国 但是第二名呢 第三名就有意思了 大陆是排在第二名的 俄罗斯则是第三 好 这个呢 排名 跟大家互动一下 您觉得大陆现在不断的追赶的趋势之下 2023年 中美呢 会不会更加的接近 甚至大陆在许多领域呢 会反超美国吗 中美差距会不会跟因此越来越大呢 好 中部大陆超前美国吗 我们来聊天室 写下您的看法 记得多留言以及按赞 我们一起来聚焦说 美国现在又炒作台湾牌了 日本来看看 有就是呢 独卖新闻还有特别 有报道说 日本跟美国的政府正在协调 估计在13号的时候 不是要举行日美的领袖会谈之后 就要发表呢 以安全保障领域为主的联合文件 而且已知道这个内容就会提到 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等等的 但是您认为这样做会让台湾更加安全吗 还是更加兵凶占围呢 以来聊天室一起互动 我们尤其来看到 蔡英文呢 现在是一面的导向了美国 但是真的有换来台湾的安全吗 比如说来看看 像是呢 蔡英文她不是宣布说 台湾的疫期要延长一年 这个同一天呢 美国就宣布了要军售台湾1.8亿美元的M136火山布雷系统 好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台湾军方自己的消息来源还透露说呢 美国还同意要给台湾呢 增购 人稀式的刺针飞弹 跟俄罗斯好像 还有海马式的多管火箭系统 那呢 由美国出售这些武器的项目 你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呢 武器的战力的显示说 一旦台海情势出现了重大变化的话 美国就是要把这个战场啊 设定在哪里 设定在台湾这个本岛地方 意思就是台湾要跟乌克兰一样 要打巷弄战 针对美国炒作台湾牌 来看到中国大陆也亮剑了 解放军东部战区 公布了这个报告 那在8号的时候新闻稿 宣布呢 当天要在台湾岛的周边的海运呢 组织诸军种 好 还有呢 进行联合战备警巡 还有实战化的演练 那来看到的是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的发言人 失忆了陆军大校 他特别提到说 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8号位于台岛周边的海域呢 空域 组织诸军兵种 联合战备的警巡 还有实战化的演练 重点训练呢 对陆打击 对海突击 等相关内容 目的呢 就是要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还有坚决反击 外部势力 台独分裂 势力勾连 挑衅的行径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失忆陆军大校表示 1月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诸军兵种 联合战备警巡 和实战化演练 重点演练 对陆打击 对海突击等内容 旨在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坚决反击外部势力 台独分裂势力 勾连挑衅行径 另外呢 中国大陆外交部也说 东部战区这次军事演习 目的就是坚决反击了外部势力 跟台独分裂势力 勾连的挑衅行径 好 由于呢 之前也有特别报导说 美国国卿布林肯 好 你看又炒作台湾牌了 比如说 他要访问中国大陆啦 但是他11号的时候 会在华府举行 美日防长跟外长的 二加二部长会议 比如说来看到 布林肯会跟谁呢 像是美国防长奥斯蒂 好 在华盛顿呢 要会晤 来看看另外一边的 也就是日本的部分 外务大臣啦 林芳正啦 还有包括的是防卫大臣 冰田静一这些 好 日本放送协会有报导说 NHK有分析 那这一次美日二加二呢 应该会是在布林肯 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呢 要怎么样 要针对美国跟日本之间 对中国大陆政策有共识 因此大陆有没有可能就是 要先对美日取得共识的会谈 表达不满 而藉由这个军演 展现出应有的态度吗 而说到了东部战区 我们也来看看东部战区 最近开训的画面 还有年度的首飞画面 空战开始 空战开始 应对未知飞行器赌进 通常采取战术航队接敌 既有利于建立武器侧方 发射空间 确保相互支援 也能给对方造成交战标选择 和牧师的困难 空战三三送 告紧 随便 天使 左巨短 左巨短 敌军吻后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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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我在你左侧九点钟 从到态势下 我们每个人做出的决策 和选择动作是不一样的 想要取得胜利 主要看谁 对态势的理解更到位 技加速动作的执行更好 武器操作的熟练度更高 从而争取 在最短的时间里 实现快速击杀 此次新年度首飞 红红双方 背靠背准备 面对面检验 能够最大限度地 倒逼飞行员 自主探索 空战新战法 新战术 在近似实战的对战中 缩短飞行员 空战能力成长周期 加速提升部队 履行使命任务 捍卫空天安全的实战水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陆现在被说有底气 像美国、日本还有台湾亮剑 尤其是中国大陆重返海权 大国造舰能力是很惊人的 我们一起来聚焦 最近辽宁舰真的非常风光 尤其是在2002年12月17号到31号期间 辽宁舰总共进行了320架次的舰载战斗机 还有直升机的起降训练 这是到目前为止 辽宁舰在西泰海域训练期间 被日本方面公布的舰载机起降数量 数量最多的一次 另外俄罗斯的国家杜马远东 和北极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 叫做卡尔吉诺夫 他甚至也提出建议 他认为在当前局势之下 俄罗斯也许可以考虑 从中国大陆买回辽宁舰 为此他还想好的名字 他说这个航母可以叫什么呢 他说买回来之后 可以起名叫做纪里诺夫斯基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已经过世了 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 创始人兼首任的主席 纪里诺夫斯基为此来纪念他 并且把它当作的是黑海舰队的旗舰 陆媒时评军情有说这个消息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来看看 辽宁舰跟俄罗斯的这一艘 也就是来看到的是 库兹聂佐夫号的航空母舰 他们真的是师出同门的姐妹花 当初这两艘航母都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的黑海造船场 结果来看到俄罗斯的这一艘 库兹聂佐夫号的航母去了俄罗斯 他一直处在大收的状态 但是瓦良格号航空母舰最后就蜕变了 他留在乌克兰之后 最后是卖给了中国大陆 而且成为后来大陆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的确是他有不断的蜕变 俄罗斯的议员这个建议 真的他说是当前局势 由于在俄乌冲突 黑海舰队遭受到重创 比如说来看看 大家都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莫斯科号巡洋舰没了 现在黑海舰队就只靠的是一艘的护卫舰来撑门面 而在刚刚说的这一艘 库兹聂佐夫号的航空母舰 他在俄罗斯的小日子 被说真的也很艰难 这舰从去年 自从去了叙利亚回来之后 就一直在大修状况不断 而且还发生过像是PD50的浮船物 沉没了 还有包括什么呢 像是倒塌 塔吊倒塌 还有火灾这些事故好多 而最近的时候 他又发生了一次的火灾 这让他重新服役的时间 变得又扑朽迷离了 而在最近的时候 俄罗斯远东的红星造船厂 而获得了中国大陆来看看 也就是青岛北海造船厂 他所交付的PD100的浮船物 这个 讲这个样子 那当然就是要帮他进行修建 举例可以达到10万吨 而且来看看 它的长度有350米 内外宽度来到80到95米 深度也有30多米 好 这样的规格真的是可以支撑 刚刚说的那一艘 也就是库兹聂佐夫号的维修的工程 一方面呢 有舆论认为 俄罗斯航空母舰的维修 也许能够借助大陆 造船物的进行相关的一个维修 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大陆造船工业 也明显早就清出渝兰 反超俄罗斯了 那因此呢 陆美也说 卡尔吉诺夫他的提议 购买劳林舰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俄军的海军 对中国大陆航母 眼红真的也不是秘密的 最近几年呢 中俄军迷 这个圈子里面 有很多对于俄罗斯 应该要向中国大陆购买军舰的提议 非常多 我也介绍过非常多次 那尽管俄罗斯是当年 非常强大的海军大国 但是现在 已经被中国大陆给反超了 而就像呢 卡尔吉诺夫说的 在当前的状况之下 俄罗斯只能 不能只顾着面子 而至于呢 库兹聂佐夫号 刚刚说的这一艘 那到底怎么办呢 有大陆网友表示说 也许俄罗斯啊 要是修不好的话 干脆啊 送到了中国大陆帮忙修好了 陆美也分析 现在已经没有人觉得说 俄罗斯应该把 刚刚说的那一艘航母呢 卖给中国大陆吧 因为大陆也不需要了 相反的呢 有评论认为 那你还不如卖给 谁呢 卖给了印度 好了啦 好那刚刚说到 这个卡尔吉诺夫呢 有提出来说 要购买辽宁舰这个提议 但是陆美有说 像是食品军情就说 真的到底该不该卖呢 他提到说呢 其实中国大陆呢 有辽宁舰 现在已经跟殲-15 组成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了 尤其日本也非常关注 美国也很关注 另外呢 就算福建舰服役的话 辽宁舰也很重要啊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他的建议啦 陆美说 当然是不能卖的 另外再来看到呢 前立委雷倩就说了 说中国大陆的 重返海军大国 他造舰能力呢 跟美国 可以说是很很远 超过了美国 美国在造舰能力 很输给了中国大陆 更别说 上面的舰载机 或建造制造能力 中国大陆已经跟美国 并驾齐取了 辽宁舰当然他的前世今生是有好多本书 因为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 因为他是乌克兰为俄罗斯所建造的 那么他在后来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几乎是被当成废铁 然后最后再运回中国大陆 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废铁 回来有什么用 大家不要忘记 一个航空母舰 它里面要有人 有武器 有舰载机 有弹药 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 你从看到它的电磁弹跳开始 它的全电推进 更重要的是 它上面除了像舰载机这些以外 你还有武器系统 你还有战斗系统 最开头有一些国外的帮助以外 其他都是本土的 我认为它很可能在造舰技术上 也从过去一艘整舰 开始从安放那个钢板 切钢板放样开始做 已经改成了很多是用船段 用modularized的方式来做 所以它的速度可以非常的快 而且它可以用比较高的 这种工业化的制程 这些都是美国在已经没有 大的造船工业 这么多年中间已经欠缺的 就像我们上回说到2023的 国防授权法案里面 它总共是在2023要授权舰13艘 13艘只有两艘是维吉尼亚级的潜舰 三艘是DDG 两艘是FFG 只有八艘是属于作战用的 其他是属于补给 后潜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边的造船能力 其实已经相差非常远了 更重要的是 美国如果要去做任何的海军的军力部署 它还是一个七海的海军 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要做的部署 当然主要是太平洋跟大西洋的两洋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主要的战略 还是在这个区域拒止 也就是说它是在它的门口 虽然它已经是有深蓝海军的能力 就像我们前段一次看到 辽宁号到了东大冲草这个地方 去做各种的演训一样 它已经有突破的能力可以去做深蓝的海军 但是它基本上在防御的部分 还是自己的家门口 所以在自己家门口的防御 现在不但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外 它真的是叫做绰绰有余 没有办法 美国没有办法 跟这么庞大的海军力量来对抗 更何况它将来如果随着往西的一带一路 还可以一路往印度洋这个地方去发展 当然美国还是会说 你这个叫做威胁 日本会说你是要用威权的体制 去胁迫其他的国家 而中美大陆在上面放什么东西这个地方 真的已经绝对跟美国并驾崎岖以外 它的实际上的生产跟制造的工业能力 目前应该还是胜过美国了